國內疫情升溫 那昨天是首度突破兩千人確診 現在更傳出北市聯誼的副總院長 黃鴻夢在二十號晚間確診 他在十九號曾經有前往過 臺北市議會警政衛生委員會 甚至是前往到議員的辦公室拜訪 所以北市議會也緊急清潮 進到臺北市議會的警政衛生委員會 並按照指定座位入座 他是臺北市聯合醫院副總院長黃鴻夢 於十九號現身參加工作會議 但卻傳出二十號晚間確診新冠肺炎 當時市府出席會議的人員 包括臺北市衛生局長黃仕傑 臺北市聯合醫院總院長徐大成等人 遷到的臺北市議員有召集人 李富中武 陳崇文 應小薇 許淑華等人 黃鴻夢在委員會結束後 還曾到郭昭妍議員辦公室 討論醫療糾紛議題 對此郭昭妍已取消所有行程 自行在家隔離 事實上臺北市議會接獲有人確診後 衛生局就已經緊急進行疫調 並匡列密切接觸者 也要求與會人員包含媒體在內進行自我健康監測 目前北市衛生局以匡列一名議員 以及職場接觸者十人居隔 其中八人PCR陰性 另外自主健康管理十二人 其中十人陰性 兩人檢驗中 並已完成職場及議會的傾銷 另外北市產發局也證實 局長林從杰司機採檢PCR陽性確診 林從杰屬於密切接觸者PCR陰性 以居家隔離 並以線上模式處理公務 記者為吳家寶特會報導